这个城市突然爆发丧尸病毒 而男人却因为假扮雕塑逃过一劫 可此时的他却不敢乱动 因为不仅周围都是丧尸 还有一只老六丧尸正在死死地盯着他 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 为了不让丧尸发现自己 男人只能把呼吸控制在两分半钟一次 眼球不满血丝也不敢眨眼 虽然他的职业就是假扮雕塑 但长期如此也会扛不住 此时男人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发抖 双腿也因为长时间的战力开始抽筋 而丧尸似乎已经看出他并不是雕像 慌张的男人更加的慌张 一颗冷汗从头上喷涌而出 这样下去肯定会苟命不保 然而就在这时 街道上突然出现两名幸存者 其中一个女人被丧尸当场扑倒 而另外一个大叔在逃跑的途中 刚好从男人的旁边经过 大叔牺牲自己 为男人争取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他抓住这个机会 顺便排一下水 可眼前的一幕实在太过凶残 让男人忍不住翻江倒海 但他还是硬生生地压了回去 男人本想借机悄悄溜走 可看向一旁的同行小丑 再看向另一边的推车男 此时的他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结果两只丧尸在争抢食物时 不偏不倚地把断肢扔进了抖车里 看到这一幕的推车男最终没能忍住 把前几天吃的年夜饭都吐了出来 这也让旁边的丧尸发现了他 推车男就这样被送去西北 眼看丧尸被惨叫声纷纷吸引过去 男人知道这是个逃走的绝佳机会 于是他果断开溜 可由于双腿抽筋 刚踏出去第一步就摔倒在地 动静声吸引了丧尸 男人只好强忍着不适 借助着拐杖拼命逃跑 而身后的丧尸却越来越多 他刚想停下来缓一口气 就差点被丧尸抓住 但好在丧尸的移动速度并不快 男人集中生智 迅速躲在旁边的楼梯下 狮群并没有发现他 逃过一劫的男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看着渐渐远离的丧尸 他高兴得像个200斤的孩子 可还没高兴太久 一转身 旁边竟然有更多的丧尸 他试图再次摆好姿势 挽救一下局面 可惜丧尸已经识破了他的轨迹 男人最终走得很安详